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何队长 您是 我是大华商行的梁秘术 梁秘术 您也可以叫我惠子 何队长 请坐 多谢 惠子小姐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 我也是这里的常客 刚才路过这里 看见何队长一个人坐着喝闷酒 所以就想进来陪何队长喝一杯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那天我听说何队长大人大量放了晚山寨的徐庆锋一马 你是说是我放了徐庆锋一马 难道不是吗 像何队长这样一表人才 谁nost大人才 这igt呢 何队长 真是 Take a look at you 你手术 这么年轻就受到军统局的赏识 蜈蚣不受禄 你这杯酒 我可销售不起啊 何队长 您这是说哪儿的花呀 二位老板 我先敬你们一杯 来 来 干 来 好酒啊 几位客官 请慢用 既然是杨老师介绍来的人 就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两位老板 好事成双 我再敬你们一杯 来 干了 干 来 程老板 你真是爽快 我呀 就会喜欢和您这样的人做生意 这是好事啊 老板 你这什么意思啊 是把我城市里付不起乡还是怎么的 赶紧给我加几个硬菜 别让我在客人面前丢人啊 好好好 真是不好意思啊 咱们晚都城啊就是个小地方 让你们见效了 程老板 来 我敬你一杯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来 干了 来 干 干 好 现在也是 老板 好 香港 老板 老板 제�約 你 好 危 好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李掌柜 放开李掌柜 你们放开 放开 老身体 走 家企爷 你看 这个高浓度酒精 就是通过这个蒸馏锅 生产出来的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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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东家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李掌柜被绑架了 李掌柜 抗拒 你们两个人这儿干什么 还不快追 什么线索都没了 怎么追啊 李掌 你有这个柜子钥匙吗 有 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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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何队长这么晚了送我回来 哪里 能送梁小姐回来是我的荣幸 平时就住这儿 偶尔忙的时候就住这儿 何队长 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 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吧 梁小姐 你不用这么着急赶我走吧 何队长 好 刘老板 您深夜造访有何贵干呢 梁小姐 我是来找程世霖老板的 都这么晚了 程老板怎么会在商行里呢 刘老板 我看您是找错地方了吧 程老板 小店要打烊了 您明儿再来光顾吧 程老板 程老板 老板 这程老板没事吧 要不然我把他给送过去 别别别 出了时间咱们可负不起责任 快 去他们家 就让他接他们 那你告诉我 程老板在哪儿 刘老板 您可真是会抬举我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秘书 这老板的行踪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要是知道程世霖在哪儿 你就说出来 别废话 我刚才说过 程老板不在这儿 既然程老板不在 那杨先生在吗 对不起刘老板 我无可奉高 子豪哥 别跟他费那么多话 毕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毕小姐 刘老板 何队长也在 我想刚才梁秘书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这么晚了就不要打扰别人休息了 何队长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插嘴 佳琪 进去看看 我告诉你们 不要仗着你们和毕司令的关系 就到处仗势欺人 我们仗势欺人 还是你们军统局仗势欺人 你什么意思 你明白我说什么 何队长 你不要多管闲事 深更半夜 你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 你还想主持公道吗 你才能找茬是不是 你想干什么 要不这样吧 如果刘老板和毕小姐真的找程老板有什么急事 那不妨先跟我说 明天一早 我一定转告程老板 跟你说 犯得着跟你说吗 梁小姐 你这么怕我见他们 是不是你心里有鬼啊 刘老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别装算了 你非常清楚 我今天来干什么 行 既然你不告诉我程世林在哪 又不让我见杨先生 佳琪 我们走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找找 直到找到位置 梁小姐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黎掌柜他有半顶差池 如果黎掌柜他有半顶差池 他有半顶差池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跟你们没完 走 黎掌柜 请吧 来 进去 走 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黎掌柜呢 还不赶快松绑 李掌柜 李掌柜 来 请坐 你们想用这种办法来征导梓豪 做梦 李掌柜 李掌柜 刘子豪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人 我为什么要征导他呢 我非常乐意有这么一个好的对手 如今我们干的这些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为了李掌柜你呀 我 我算什么 怎么能说算什么呢 李掌柜可是在行业当中 是出了名的心系负责 政治忠诚的人 今天我们把你请到这儿来 也是我们的荣幸 什么心系负责 忠厚老实 还不是中了你们的圈套 圈套 什么圈套 那么多人都在医院躺着呢 那是现在的这种情况 可也是 这么一来的话 李掌柜在这行业里头 在别人耳朵里头 可能就大打折扣了 不过李掌柜你放心 我们呀 还是一如既往吧 你们 你们让我 这样 你们要把子豪起来 你们当位商量 刘子豪 他正忙着呢 恐怕一时半会儿啊 到不了 你放心 我一定把这件事 插到水落石处 不用了 何队长 这事儿就不麻烦您了 梁小姐 我不会让刘子豪他们 白白诬陷你的 我一定要还你个清白 你呢 这夜色真美啊 不过我还是喜欢太阳升起的时候 等到明天 好 像你们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人 还会等到明天 李掌柜 你恐怕也不知道 如果明天刘老板赏午之前 不给那些酒老板一个交代的话 那这次贾酒所造成的损失 可就是他一个人承担了 这错是我犯下的 我去给东家抵罪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以为刘子豪明天赏午之前 他能脱得了身吗 你走不出这里 他也到不了这里 一旦到了赏午 他就得乖乖的跟别人去道歉 李掌柜 你说这样没出息的东家 你还跟着他干什么 李掌柜 李掌柜 别这样 你收了我们的钱 就是你身上有多少张嘴 你也说不清楚的 什么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条 跟我们合作 第二条 就是等到明天跟我们合作 你看看 你选哪一条啊 我收你们什么钱了 收 上次我送给你那壶酒 你不是收了吗 子豪哥 子豪哥 就这么走了 我去问他 等等 我跟你说 现在没有任何凭证 你怎么问他们 你即使问 他们也不会说的 现在耽误至极 是要救李掌柜 越快越好 子豪哥 你也该为自己想一想 明天那些老板都等着你交代呢 你要是交代不良 窝隆酒精场就完了 你知道吗 佳琪 这件事情很重要 李掌柜被绑 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 我看 咱们分头行动 到程世林常去的地方找找看 干脆我给杨副官打电话 让他派人帮我们找 这样的话 总比我们自己找快跑 好 救人要紧 东家 程世林有消息了 程夫人打电话说 他在酒馆喝醉了 叫咱们去接他 走 看看去 好 你们 卑鄙 李掌柜 还是跟我们合作吧 合作什么 很简单 谁都知道 这世道要做好生意不容易 要多方打电 谁家都有些不公道的事情 我想问的也很简单 就是卧龙酒精场 到底有多少不公道的事情 你可别逼我们 你可别逼我们 六美如 我真是瞎了眼哪 居然相信你的这种鬼话 李掌柜 李掌柜 我是非常敬重你的 可你这么不帮我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现在已经被你绑架了 你想怎么着 随便吧 好啊 好 看来你真是个硬骨头啊 我陪你 好好招待李掌柜 是 李掌柜 你什么时候想好了 我们再谈 刘明如 我们走 是 刘明如 你 你这个败雷 走 我 我 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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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这是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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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怎么准 程老板醉得很厉害 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 有些不对劲 月全 赶紧送程老板去医院 好 你要干什么 我有要紧的事 要跟你们杨老板说 这可得等我们杨老板回来再说 杨老板可交代过来 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房间半步 我跟你说了 我有要紧的事 这我们可管不了 我跟你说 我们哥人俩可是粗人 你可千万别招着我们 两位 这可是大事 耽误了 你们两个可承担不起 你少给我来这套 李长官 李长官 怎么样 死了 好 走吧 扔出去 你 你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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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医生 方医生 有一个病人需要药 去找主管张大夫 刘老板 方医生 我给程老板做了检查 发现他不是一般的罪疚 有人在他酒里下了药 好 你看 好 谢谢方医生 好 施林 施林 你还好吗 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 施林 我问你 昨天晚上你和谁在一起 关你什么事儿 你知道吗 有人 阿姨 行了 刘子豪 别在这儿假惺惺的 我的事儿不用你关心 那好 我问一件跟你有关系的事 李掌柜 李掌柜是怎么失踪的 李掌柜 李掌柜失踪 你找我干什么 你应该找警察署备案呢 我在李掌柜的酒瓶里 发现了一张你们大华商行的银票 你说你不知道 刘子豪啊 我大华商行的生意那么大 大华商行的银票哪儿都找得到 凭什么你找到大华商行的银票 就得来找我 你说话可你负责任啊 你别跟我装算了 你是大华商行的老板 你说你不知道 刘子豪 你给我喊什么呀 东京 不好了 李掌 怎么了 李掌柜死了 你说什么 我刚记说的 程世丽 我警告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走 老师啊 我岳父可是个死脑劲 咱们这么做会不会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只想跟他合作 击垮刘子豪 这个你就放心吧 刘管家 你坐 你坐 好 请 刘管家 好 最近 刹子怎么样啊 没什么大事 放心吧 杨先生 有我盯着呢 好好 正好啊 刘管家 那可就辛苦你了 杨先生 杨先生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 先忙去吧 好好 好好好 杨先生 怎么了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李洪业死了 死了 跳楼死的 废物 全都是废物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客长 你去通知何宇 让他尽快赶到那里 不能让地震中的人 查守这件事 是 还有 别让何宇知道的太多 嗯 我明白了 何队长 你什么意思 李掌柜坠楼眼 应该是我们保安团管的吧 杨副官 你们查酒精中毒也就够了 这死人还要查 再说 我们军统局 和你们保安团 一向是京城合作 何必分什么你我 这么见外呢 杨副官 李掌柜人哪 我来的时候 李掌柜 已经被何队长的人抬走了 何队长 你们军统局 有什么权力把人抬走 刘老板 你不要站着你跟 毕小姐的特殊关系 就来插手 我们军统局的事 何宇 你别瞎说 什么权力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我管定了 你们军统局 确实要插手 李掌柜的事情是吧 当然 难道你有高见 我要求公开事件报告 刘老板 这些事怎么做 我自然清楚 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何宇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会轻易 让这件事情过去的 我不能让李掌柜 死得不明不白 何队长 今天的事 我会完完全全地 禀告给司令 撤 我是江世伟 毕司令 您有什么事吗 江战长 今天发生的事情 何队长给你汇报了吧 你们军统站 在晚都干出这么大的动静 是不是应该跟我知会一声啊 毕司令 您指的是什么 不用跟我揣着明白说糊涂了 以后你们军统站再有大的活动 还是跟我打一声招呼的好啊 你去给我查查 何宇最近在干什么 好 方医生怎么样 看看吧 这事欢迎结果 方医生谢谢 嗯 哎 你那腿怎么弯着的呀 哎呀 下不去啊 起雨起来 疼 好疼啊 大师兄 好疼啊 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好疼啊 别偷懒啊 嗯 腰挺直 曼珠姐 师父 曼珠姐 不好了 卧龙厂的李红叶 李厂长 跳楼死了 什么 怎么回事 慢慢说 大家都在传说 卧龙酒精厂的酒精 喝死人了 怎么会这样 那我赶紧去看看子豪吧 哎 你呀 现在先别去 李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子豪肯定在忙活着呢 你就别去给他添乱了 我 这 子豪处理好事情以后啊 自然会来探你的 再说了 李家是大户人家 你去了 人家未必会给你好脸色呀 听师父的没错 好 好了好了 大家继续练啊 于全 东家 这是咱们酒精厂的化验单 这个 能证明咱们厂没问题 太好了 走 咱们去厂里 好 刘老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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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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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倒一碗我们厂的酒精 好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当着大家的面 给大家验证一下 让大家知道 我们厂生产的酒精 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能说没问题呢 你怎么验证 大家别着急啊 你到底该怎么办啊 东家 大家都看到了 这碗食用酒精 是刚刚从这些货里面倒出来的 我今天就当着大伙的面 把这碗酒精喝下去 好 喝喝喝喝喝喝喝 喝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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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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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豪 他什么事啊 我是宛都戏院的张曼珠 现在我就替刘老板把她喝下去 来 给我走 满住 你没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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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何苦呢 子豪 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了 你 你回去吧 何队长 这几天都在干些什么呀 江战长 我什么都没干哪 没干什么 什么酒精中毒 什么大华商行居然有人被扣押 什么跳楼自杀 这些事 我这个做战长的 都只是封门 连避震中打电话给我 我也是一问三不知啊 何瑞啊 你打算还要瞒我多久啊 战长 那酒精中毒确实是刘子豪在搞鬼 我们就是为数海人伸张正义 那李洪业跳楼的事呢 这件事我还在查 查 查得怎么样了 战长 确实没有什么 何语啊 何语 别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那李洪业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吗 李洪业和刘子豪 以及程世林之间的关系 我比你清楚 何队长 你到底在为谁圆这个谎 战长 真没糊弄你 只是 只是什么 我看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上次晚山寨的事情还没了结呢 何队长 你要是真不想干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了 战长 战长 有一笔大买卖正等着您做 对方说想亲自来和您商量 我是想等这件事定下来之后再通知您 战长 我真的对你一片忠心呢 就算最后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也有我在你面前挡着呢 是不是 你说的大买卖是什么 对方是谁 对方是谁 程世林 是大华商行的杨先生 杨先生 阵长 战长 战长就这两天的事 你要相信我 是什么大买卖 让你何队长这么卖力呀 停 停 停 钱不够啊 好 好 好的 好的 杨老师 好 就这样吧 施林啊 杨老师 我问你 李红叶为什么死了 我还为这件事情找你呢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只是把他绑过来逼他跟我们合作 击垮刘子豪 他怎么就死了呢 施林啊 别着急 咱坐下来慢慢说 好吗 来来来 我怎么能不急呢 坐坐坐 老师啊 你说怎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别着急 别着急 我是真没想到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吧 我们事前不是说好了吗 跟你老岳父合作 是啊 我们不是那么说定的吗 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同你老岳父谈了 谈来谈去的 我真没想到 我真没有想到你老岳父就是那么死脑筋 非要找刘子豪去 那他怎么就死了呢 今天早晨我听惠子小姐跟我说 说他跳楼自杀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说这老头 你不合作就不合作 你自杀干什么 你教我怎么跟若慧交代吗 说心里话 你老岳父的死 我这心里头也难过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给你一个交代 对了 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 我找了你大半夜 你到哪儿去了 我昨天晚上 不是跟你给我介绍的客户 老师 我只喝了三杯酒 我就 你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酒一定要少喝 喝酒误大事的 像你这么喝酒 怎么能不出大事呢 就你这个样子 怎么能够击快六子豪 怎么能够一雪前耻呢 我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阳 喝杯水吧 你得振作 厂里面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处理啊 让开 大哥 没长眼睛啊 会不会走道啊 你想干什么 居然敢跟爷爷这么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是谁 我是程世林 大华商贸行的纵老板 程世林 你管我是谁 去 我 我管是程世林还是李世林 你这个死罪妃 我看你招死你 放开 兄弟给我打 打 给我打 打 给我打 大哥 别打 这人喝醉了 再打会出事呢 怎么不打了 那好 有种 你们继续打 你们老公敢打你啊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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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 走 打死我 走 走 走 ρο